王轩心头沉重 最近一件事接着一件事 颇有暴风骤雨即将到来之事 让人要窒息 他原以为与财阀的对峙 暂告一段落 会迎来一段平静期 但事与愿违 疑似听到了猎先的脚步声 各种事一桩桩 一件件 时刻在威胁着他 刺了 漆黑的夜空中 像是有电磁划过 那种波动让人强烈不安 真的有什么东西来了 一抹红光自夜空中闪过 速度太快了 普通人什么都不看到 但王轩清晰地见到 那是一道身影 先吗 常人欲先是惊喜 是意外 满心期待 但对王轩来说是惊悚 一切都变得不可预测 他步履很轻 但很坚定 来到天台上 事到临头 他退缩与害怕 有什么用 不如从容冷静地面对 即便不敌 也要与猎先一战 他不是完全没有机会 对方从大幕后的世界回归 大概率付出了惨烈的代价 修为必然大跌了 清风划过夜空 云层有些厚重 没有月光与星辉 周围静悄悄 灯光闪烁的城市夜景都暗淡了 附近起雾了 霓虹 摩天大楼 高空穿梭的小型飞船 都不可见了 整片世界都失去了声音 刺了 像是旧时代的电视失去信号后发出的噪音 并时段时序 在附近响起 自物中传来 王轩静里 在城市的夜空中 等待一丝猎先的生物出现 这与神圣无关 与仙气相悖 有的只是危机与恐怖 他看到了 那么红光来了 不是实体 是以精神能量展现的吗 这个生物远比孙荣庭强大 比所见到的任何新术领域的人都要厉害 让王轩都感觉到了威胁 他严阵以待 列仙回归吗 一个穿着暗红金属甲皱的女子 头盔将面部都覆盖了 精神体披甲 他身段修长 容貌不可见 正在审视王轩 实力难测 一时间不好精准定位在什么境界 弥漫着超物质 王轩也在看着他 面对不速之客 他十分沉静 以不变应万变 可以神游了 身穿暗红金属甲皱的女子开口 自然是精神领域的沟通 王轩开口回应 道 差得远 只是精神出窍 可以在有限的距离内徘徊 杀 一夜只如电光般落下 出现在他的近前 悬浮于虚空中 不是真正的实体纸张 以精神能量与超物质组成 这是一张请帖 邀王轩参加十日后的 袁池山知蓝法会 简简单单的帖子 没有其他东西 可以用精神领域收起来 为什么邀请他 袁池山在哪里 知蓝法会又是什么 王轩一头雾水 这是超凡者才能参与的聚会吗 是谁主持的 猎先吗 他充满疑问 神色凝重 然后他直接开口询问 今夜太意外 怎么突然就有这种生灵找上了他 地点就在新兴现世的袁池山 很久以前 世间有摇池圣会 随后人流散了 变成了摇池散会 后来摇池不可去了 梅落后在另一地变为支蓝圣会 直至现在 只有支蓝法会了 搜 一道红光破天而去 那道身影消失了 没有过多的话语 更为久留 如同飞仙 刹那不见 与此同时 大雾散开 周围的声音重新转了进来 灿烂的灯火 耸入夜空中大厦 还有各种飞行的交通工具 让他感受到了 新兴大城市的红尘气息 刚才竟是与世隔绝般 周围一切不可感知 那就是雨化登仙路上的冷气感觉吗 王轩皱眉 预料中的一战没有爆发 对方到底什么来头 超凡者 还是劣先回归了 亦或是超脱红尘外的生灵 此前在新兴上只有他 老钟 陈永杰三个修宪者 其他超凡者 都因为超兴崛起 来自新术领域 现在突兀地冒出一个 身穿暗红金属甲皱的女子 精神出窍 并且披甲 来到这里送了一张情帖 实在异常 难道说 新兴自古以来都有修宪者 并未断绝吗 他不怎么相信 如果有这种人 原住民还会有那样的处境吗 新兴形势复杂 王轩认为 肯定是这次他与孙家碰撞后暴露了 进入了某些人的视野中 所以找到了他 按照他早先的预想 应该折服 低调修行 不引人注意 快速成长 当实力足够时 就不惧怕一切了 但是 超级财阀主动出击 非要灭他与老陈 让他与陈永杰想埋头 引伏起来 苦修都不行 一百多年前 有高人在新岳布局 一来道教与佛门的祖庭 镇压月亮之上 也是一百多年前 各家听从神秘人建议 开始疯狂挖旧土 将许多道观 寺院整体搬迁过来 在新兴上附建 很早以前 就有人在准备着什么 王轩到了现在很确定 那不是无意为之 早有铺垫 现在 给他送请帖的人 是一百多年前的高人吗 或者说 那是一个组织 是古代修行者 还是说 其实就是猎先 在一百多年前 就有人提前回来了 王轩不能不多想 当前局势微妙 而他现在并没有 站在有力的位置上 过早地曝光了 注定会引发神秘者瞩目 审视他 他深刻体会到 新兴远非表面 看起来那么简单 一百多前 就有一场波澜了 老阴货都躲在幕后 都浮在迷雾中 没有露头 他感叹 还是太年轻了 怎么就突然暴露了呢 他愈发憎恨孙家 一切都是他们逼迫使然 刹那间 他又警醒 孙家会否也是受人误导 被人引领 以战舰等来打草惊蛇 将新出现的超凡者揪出来 从而实现了 躲在暗处的少数神秘生灵的意图 不管是一百多年前的高人 还是古代残存下来的修行者 我都需要提高警戒 暂时当作烈线面对 王轩催动黄灯灯的小葫芦 将那张以超物质 与少许精神能量构建的锦帖 收了起来 他站在原地 默默思存 想了很久 财阀的医保卫师 无上经文还在 王轩皱眉 暗中的神秘组织 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强大吗 还是说他们 随时能激活医保卫己用 所以现在并不急 很久后 他笑了 在充满科技感的城市中 他在修行 想着同古人作战 还真是有些古怪 嗯 突然 他精神领域扩张 感应到了特殊的波动 这个夜晚还真是不平静 一波接着一波 又出现了异常 数里之外 一座复古的景观铁塔上 有一头大鸟很朦胧 停落在上面 正在窥探它 这让它感受不是很好 略带的敌意的大鸟 又来自哪里来 一夜两超凡 莫名现身苏承中 都是冲来着他来的 他再次体会到了 过早曝光的坏处 各种牛鬼蛇神都来了 以前不可见 不是没有 而是躲在暗中 同时 他不可避免地想到老中 这老家伙在回来前突然结产壳 陷入昏迷中 故意的吧 中庸不知道他崛起 但肯定了解陈永杰 那时 这老家伙就想到了很多吧 让老陈撑在前方 他自己昏睡在暗中 那头鸟带着敌意 不知道什么来历 他停住片刻后 拍打着翅膀飞出苏城 没入城外十几里处的密林中 王轩注视他落下的地方 回到房间 然后开启了自己挖掘的密道 直通地下 这里邻着穿城而过的苏河 他快速沿着河流出城 避开大量的监控 朝着十几里外的丘陵地带赶去 王轩前行逆踪 速度极快 朝着大鸟落地处而去 希望他还没有离开 抓个活着的俘虏 他想确定 这头超凡琴类的敌意 因何而起 他源自哪里 属于妖族 还是某个特殊的组织 他心头沉重 表面科技感 十足新兴世界之外 似乎还有一个暗世界 没准是我多想了 神秘生灵与超凡者 或许也是近期才出现的 意外发现了 我这个出头的船子 没有星月 密林中伸手不见五指 王轩如同暗夜中的狩猎者 刹那到了 他发现了不少痕迹 这里有迷路的残骸 有爪印 是那头大鸟近视后留下的 然后 他就看到了一头大鸟 有些像金雕 和黄色的羽翼 身长能有两米多 在黑夜中 羽翼略微发光 既然他有敌意 那没什么好说的 王轩准备先来一击 避免他逃走 这头大鸟警觉性很高 发现了他 鹰眼中神盲崩陷 狂风大作 这片地带顿时炸开了 所有草木都化成鸡粉 岩石碎裂 他冲空而起 吃 一道红色光束追击了上去 即便他扶摇直上数百米 快如闪电 还是被击中了 古灯发出的光束 打穿了他的一只翅膀 并且有能量激荡 轰的一声 让那只羽翼炸开了 一生凄厉的鸟鸣 大鸟坠落了下来 身体居然变大 比以前更为猛了 真实的躯体 能有五米长 早先时 他的血肉绷紧 施展了某种秘术 收缩得厉害 这才是他的本体 不想死的话 就自爆来历 王轩没有好言语 上来就恫吓 身前悬着飞溅 凝灿灿 寒光流转 超凡者 我来自伟大的库曼星球 追随无主的脚步 聆听神音 来到这颗荒芜的星球 对你没有恶意 我只是在探索神圣的足迹 意外发现了你 王轩愕然 外星的鸟来了 星星被域外文明发现了 还是说 有本土势力 勾结域外超凡者 将他们带回星星 超凡者 请放我离开 你我之间没有冲突 我将随无主远行而去 不会再打扰你 大鸟开口 但是 王轩分明感觉到了 他的的精神思感 波动剧烈 隐藏着敌意 他在撒谎 砰 他二话不说 一把拎住鸟脖子 威胁道 别给我鸟言鸟语 给我说人话 说真话 你嘛 我本来就是鸟 这头淡金色的大鸟 恶狠狠地看着他 王轩直接动手 咔嚓一声 将他的另一只翅膀 也折断了 然后想探索 他的精神领域 希望洞悉 他的来透与秘密 大鸟长鸣 叫声凄厉 奋力抵抗 他的精神领域中 竟冲出一团神火 散发着惊人的威压 那是某个生灵留下的印记 保护着这头大鸟 轰 王轩眼神凌冽 催动古灯 一团灯燕飞了出去 宛若南鸣离火 轰在大鸟精神领域上 直接将那团神秘的精神火光打崩 破灭 整片世界安静了 某个生灵留在大鸟头颅中的印记被毁 大鸟也惨死 王轩精神出窍 在这片地带寻找了一番 再无其他发现 他快速动手 包皮 踢骨 将大鸟的血肉收进伏地碎片中 然后引出古灯的火光 将残寒烧了个干净 瞬间 他远去 消失在夜色中 第二天 老宋又来电话 姿态很低 与王轩沟通 对上次的事表达歉意 说到本质 还是想请他续命 王轩对变态小宋的家人 没什么好感 不过看在宋云诚意十足 兼且他现在有了一种紧迫感 需要迅速武装自己 便点头答应了 我最近在炼丹 也在研究食谱 近期你可以过来 王轩答应了 同时 他告诉老宋 不要经文 除了上次那些骨气 另外再选一些 他从中只挑选一件即可 事实上 他对那只暗金色的小舟 志在必得 宋云顿时有些激动 这些日子 他后悔不迭 上次真不该拿捏对方 能为我也延续十年寿缘吗 宋云问道 听说秦宏远可以延寿十载 这样一对比的话 他只续命五载的话 太不甘心了 那要看你所携带的骨气 能否补偿我付出的惨烈代价 王轩说道 他准备请财阀分担伤害 打杀的大鸟 具备超凡属性 血肉为大补物 让一群老头子尝尝鲜 延续寿缘 如果将来有了麻烦 大家一起应对 感谢观看